电影中的四大土豪墓穴 土豪墓穴一 电影《木乃伊》中位于亡灵之城的伊莫顿墓穴 在三千年前 埃及的大祭司伊莫顿和法老的妻子产生了非正常游移 头顶直冒绿光的法老一怒之下将伊莫顿施以重视之行 并对他下了一个永生的诅咒 墓穴特产 满满一屋子纯金打道的古埃及锅碗瓢盆系列 满满两屋子识人圣甲虫 亡灵守卫者阿努比斯若干 以及一个被折磨了三千年还没死的邪恶祭司 土豪墓穴二 电影《夺宝骑兵》中的塔尼斯灵魂之警 在数千年前 古埃及人将上帝赐予的圣物约柜藏在了这里 而在二战时期 德军一直有一支军队在搜寻这些神秘造物 试图获取其中的力量并统治世界 墓穴特产 铺了一地的毒蛇 以及谁打开看一眼就会立马毙命的圣物约柜 土豪墓穴三 电影《鬼吹灯之龙岭迷窟》中的唐代大墓 话说道斗三人组这次被一双绣花鞋 引到了陕西龙岭一带 打算在这找到解除诅咒的办法 外呆顺手发财 但不料这个唐代古墓竟然是一个双黄蛋 里面还有一个西州时期的幽灵墓 物产虽然丰富 但是想出去却是难上加难 墓穴特产 唐代精美陪葬品若干 是印实践的西州幽灵古墓一个 以及西州精美陪葬品若干 土豪墓穴4 而吃了药获得长生的贵妃玉树 却要倒霉地给皇帝陪葬 在古墓里憋了上千年 墓穴特产 海量保存完好的秦朝陪葬品 其使皇真身 可以克服地心引力的福利宝石 以及长生不老的秦朝贵妃一位